人气话题来看到有民众质疑感冒看中医 为什么吞了好几包药疗效还是不佳 卫福部中医药司司长指出 因为目前中药健保给付 是每名病患每天药费37点 大约是台币33.3元 但药材的成本看涨 给付额度却相对低 导致医师只好用比较便宜 或是浓度较低的药方 这样都会使得疗效打折 那么专家也建议健保署针对健保中药给付 可从每日定价改成逐项定价 天气转粮开始酷酷扫 跑到中医诊所治疗 但吃了好几包药才开始感受到疗效 有部分民众近来纷纷吐露心声 而卫福部中医药司司长苏医长指出 问题可能在这 因为每日计价的这个听花板 可能在浓度效价上也就必须要去做调等 苏医长点出 目前中药健保支付是采热而治 每名病患的每日药费给付37点 以每点0.9元换算大约是33.3元 有中医师透露 因为健保这个价格天花板 可能因此限制了药品浓度 导致部分医师用较便宜或浓度较低的药方 这些都会使疗效打折 专家来说 自费一剂约100元的水煎剂 一包用药量140克 但健保给付的科学中药 一铁调配量45克 有效成分差了至少三倍 如果对于特殊的项目 比如说癌症 急性重症 就是我们用着向计价的方式 让中医师能够不用担心 因为开这个处方会 觉得不乎成本 没有用适当的药 让病人好得比较慢 或者吃的天数也比较多 不管西医或牙医 其实都有针对每一项材料 都有它的计价方式 成本不应该去影响到健康照顾上的问题 专家也建议 肩毛鼠针对肩毛重要给付 可从每日定价改成逐项定价 而终于这已争取将药价日额调高到38点 如果为福布年底拍板 渴望明年上路 谢谢陈寗盖二弟 谢谢大家